宝妹,我继续跟阿宝老师来看其他听友的问题 老师来看一下大科开拓冷冻 大科要给你问的问题就是 他正到这个红纸蝎子 他发现说他的蝎皮有淡白 但是他的叶脉是绿色 他的蝎子的蝎肉还是浮肿的 先让他聊聊,他还有卷曲的现象 你想要请教老师,这是有缺乏什么样的红线 还是说肥料过多 他本身是用戒指栽培 也有加淡白 你所说的一个椰子签 这个做法还蛮特别的 用戒指栽培这个寒纸 现在蝎肉稍微红红 但是叶脉有一点点绿色 基本上他的蝎肉大概都是出问题的 比较偏重都是在较稳的 从消费业这个地方 你就留在看得到 但是看起来会有一点点 这种的颜色 没人说太好 而且有这样一招一招 这应该是看起来 就是说因为蝎肉还好 叶脉是绿色的,叶肉是黄色的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有一点点缺霉 缺霉这个阵性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蝎肉 这个蝎肉是不是稍微高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不是要看说肥有更多不更多 要从三个地方 我们在做这种叶子栽培时 一定要去注意三个所谓 就是说你出来这个肥本身 要下这个蝎肉的时候 第一个肥先要知道 这个肥到底pH值是多少 一般的档到2.6 就看一看作物 有的头一般来说建议1.3 1.3到2.6都还可以 你如果是有一个这个蝎肉 还可以到最高 比如说一番茄来说 看一看作物 你的蝎肉应该它可以耐 大概2点多应该都 这个营养力的一个EC值稍微高一点点 应该还是有一点 算也会有一点还是有耐受性 所以这应该是没有很大的这个问题 在这个 其实我们的头所在营养 都希望就是你每次都给他 每次都给他 不要太多了 其实最好不要超过2 就是说可以给他大概1.2 这样应该就很好的 还是比较大幅稍微 小幅的时候当然 你有可能就要跟 留学科比较多稍微 所以他的这个pH值 这个EC 一定要稍微来给他注意一点 所以这一般来说 很有可能的这个缺媒的这个情形 所以这在这里要让科比较稍微做一个了解 就是说基本上 基本上这应该是含霉 跟霉是有关 霉为什么会缺媒 有可能它的纳理质的含量较高 所以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你要是用泥碳图 去混合这个椰子壳 看起来就好很多 这应该是有这种的 就是说确实 在这个肥料上的一个管理 这一般你就是要注意这个EC值 刚才说到败料 败料本身要出去 这是一个缺媒 再来就是说 落在这个介质里面 介质里面 本身又是一个缺媒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介质是水和土的比例 一比2.5 去把他淘擠 水2.5 浓浓的 去刷他的EC值 刷出来 看是多少 测出来 我们就可以去知道 他的EC是多少 看比较 就能知道 这是第二的缩字 第三的缩字 是经过这个 背中头 他会叮到来 叮到来的那个东西 看是存多少 我们可以知道 做不到差不多吃多少 留在这个 途中里面多少 这肥料要怎么去做条件 要根据这三个缩字 我们来把它做一些调整 这样会好很多 这样会好很多 所以这种的这个做法 这应该是这样 让你稍微了解一下 我是觉得说 像这种这个 pH值 EC值 你如果是在做 这个氧液栽培的时候 你如果是在做氧液栽培的时候 这个氧液栽培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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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温度 更高 你的EC值要降低 水要降低 如果是这个 温度更低 你EC值可以让它更高 一输一输一输 它会比较有耐性 所以这个氧液栽培有一定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条件 包括纯粹用水 还是说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 有一个什么戒指 比如说人造纤维 比如说用什么 这里是不是这个EC呢 还会有一点点 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收入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我们要去观测的一个重点 所以 有时候起来 到时候我们会知道 并说像回归 回归跟洋香瓜这种 吃得更重 这大概都2.0 就是说 这是日本的配方 不管是 很晚一點 sap 可能他的EC值 会稍微再高一点点 小时 拖下去 预充比 看一个人做的比对试验 是跟运 互相拼 互相比例 一边是药兰 characteristic 這個肥料在種小番茄 日本人全省 我們看起來他的這個比例 各方面的肥料也不會那麼大肥 三龍色東 但是他的口感的味道就變得特別的好 所以就是說 針對不一樣的這個東西 他的這個配方 應該是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是他這個韓籍 那從我沒有看過他的那個配方 但是一般來說 通常就是 針繃 這2.0應該是一個很極限的 如果說我們在種這個韓籍來說 應該是差不多1.6 1.6應該就是說 你把它配起來這個 電導度應該大概就是在1.6的時候 是相當適合 因為那種硬材 種硬材1.6很適合 所以你如果是種這個韓籍 韓籍給我來說 應該他的玄化科應該會比較類似 這是要不要在討論 當然 這種東西都要經過這個 經過這個這個氣焰 就是我們要經過這樣的一個試驗 試驗呢 我們有辦法知道說 這個效果大概是怎麼樣 所以讓我好朋友 就做一個參考 這個大致上是這樣的這個情形 這個一定要去做一個了解 一定要去當這樣的一個了解 所以你這個應該是跟煤是有關 但是這個煤是有關 會跟煤有關 是因為 你的你的那個有關 就是說跟它的儀式值應該有很大這個關 這個儀式值的這個關 可能來自 可能來自背料 來自這個途中 就是我們用的這個 這個 培養圖 這都有不一樣的一個 這個原因在那裡 所以你一定要為這個去修改 這個做減透 要做這個 無土培的時候 一定要去買一個儀器 PHEC meter 就是說 你可以同一支裡面有兩種作用 還是你把它分開 我都是比較建議把它分開 因為分開的那個電池比較燙 那還是萬一拍一支 這很多人買的都不會保養 很可惜啦 這種東西都不便宜 他有壽命 他有一段時間 他有一個一定的這個想命 所以我是個人是一個人 你可以再嘗試看看 先注意一下 應該是 可以在這個過程 就可以很不錯的去給他 這個處理這麼多 所以這在這裡 好朋友 先來解決一下 要解決ふ 你來解決一下 那經驗 不錯 你打開了